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日 得知娱乐界明星乔仁良因抑郁症去世 当时心里拔凉拔凉的 一个劲的在心里感叹道 哎 又一位 因抑郁症自杀的明星离开了人世 可惜啊 当时我的心里是这样想的 但与此同时 我的心里还有一个大大的疑问 为什么条件这么好 这么有钱的明星 也会得抑郁症呢 干嘛这么傻 一定要自杀呢 当时的我想不明白 也不知道抑郁症所带来的痛苦有多严重 我的认识还停留在自我肤浅上的一种认知上 直到有一天 我也不幸患上了重度抑郁症 重度焦虑症的时候 我才彻彻彻底底的明白 原来抑郁症所带来的痛苦 真的可以用生不如死来形容 也终于明白一个人的抑郁症 其实跟他有钱有权 一点关系都没有 说白了得抑郁症的人 其实跟其性格 思想 认知 环境有直接的必然关系 比如 像那些有钱 有权利的人 为什么也会得抑郁症 这就关系到这个人是不是性格过于追求完美了 亦或者是不是认知 思想上出现了偏差 又或者跟其成长环境以及工作压力等有关系 总之所有患抑郁症的人 都是可以找到原因的 一个人的抑郁不可能没有原因的 所以这也正应了那句话 凡是皆有因果关系 现在很多学生 年纪轻轻就得抑郁症的也有很多 所以对于21世纪来说 心理疾病将仅次于癌症之后 第二或者第三的慢性心理疾病 曾经就有人把抑郁症描绘成为不适的精神抬症 对此 我深表赞成这个说法 抑郁症 就像你中瓜得瓜的道理一样 有些人偏生就是那种忧郁性质的人格 那么这种人的抑郁症的概率还是挺高的 只要生活中遇到一些刺激和打击 如是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能力 爱与念字也不向人倾诉的话 是很容易陷入在自我情绪的障碍中 引发抑郁症的 忧郁气质的人格 他们的幸福感也是极其低的 别人能快乐的事情 他们却表现得非常淡定 就像一个没有七情六欲的诗雕像一样 表情生硬 与此同时 他们的快乐感就像彩虹一样 一年也难得有几次 他们在这样一种自我封闭的性格里 忧郁气质的人 得抑郁症的概率比任何性格气质 或者受环境 事件打击的抑郁症都要高得多 有人问我 为什么生活过得非常顺利的人 突然遭遇一件事件的打击 人就得抑郁症了 类似这种人 问题就出在 认知 思想 以及性格过于追求完美上 由于这种人过于执念 接受不了现实的打击 以及追求完美 容不下自己稍微的犯错 而整天活着自责 后悔中 长期闷闷不乐 久而久之 心理 情绪就出现问题了 还有一些人 因为家庭贫穷 压力过大 或者心理承受能力有限 也会得抑郁症 因为压力过大 心理承受能力 不能承受这生命之中的痛 故而心情也会抑郁 假设长久的抑郁心境最终就会变成抑郁症 所以 任何的抑郁症的人 一定是有根源的 就像你种瓜一样 种的是南瓜 那么长出来的绝对不是冬瓜 抑郁症其实冥冥之中 就已经潜伏在你身上了 只是 你不懂的 也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向你普及 所以在你现有包括之前的人生当中 一定有过一次抑郁的倾向 因为你无法察觉辨别它是不是抑郁 所以也就慢慢的调整好了 不过 得了抑郁症 千万别恐慌 这个病是可以治愈的 就像阿秋老师一样 之前也是挺害怕畏惧它的 当与之相处久了 知道它发病的原理 和找出自身存在的问题 那么它就不再变得令我可怕了 因为你之所以害怕它 是因为你内心还没有真正接纳它 排斥它 没有做到与之和谐共处中 所以你久久都不能恢复 尽管抑郁症很折磨人 但是我们的心态才是最重要的 几乎可以说心态决定了你的抑郁症能否好的至关因素 抑郁症的时候 你能工作还是去工作 不要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 你内心知道自己的状态是这样 那么即便工作做不好 你也尽力了 一定要有原谅自己的一个心态 该运动就去运动吧 如是前者实在做不了 也不勉强 但后者一定要逼迫自己去做 再者要有自己的社交 毕竟人抑郁了 若长时间没有与人交往 心就会僵硬 所以社交 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生活中 是很有必要的 如此顺应而为 顺其自然 结合必要的药物与心理上的疏导 就一定能救出你被困在牢笼里的灵魂 And 作者 阿秋 二级心理咨询师 心理情感类文章